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持续到明年年初 用户才能体验到该系统的全部功能 至于Apple Intelligence为何推迟至iOS 18.1系统 有猜测认为 可能和技术适配和开发者进行的测试有关系 据苹果公司官方消息 Apple Intelligence目前仅支持 iPhone 15 Pro、iPhone 15 Pro Max 以及搭载M1或后续芯片的iPad和Mac设备 这意味着 在iOS 18正式版发布时 只有少数设备能够适配并体验Apple Intelligence的功能 为了确保用户体验的流畅性和稳定性 苹果需要更多时间来优化系统和适配更多设备 同时 开发者也需要时间 来测试和整合Apple Intelligence的功能到他们的应用中 如果推迟到iOS 18.1发布时 再推出Apple Intelligence 开发者将拥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完善应用 确保其余Apple Intelligence的兼容性 就在所有人担心 苹果智能的发布推迟 可能会导致今年首批出厂的iPhone 16机型 无缘预装Apple Intelligence时 苹果在今天非常意外地推送了iOS 18.1 Beta测试版 你没看错啊 是iOS 18.1 就是说 苹果iOS 18.0正式版还没出 就直接跳过来到了iOS 18.1测试版了 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苹果于今天凌晨推送了iOS 18.1的开发 测试版并首次带来了Apple智能功能的预览 测试版也仅向知识Apple智能的iPhone设备进行了推送 即iPhone 15 Pro和Pro Max 从上个iOS 18.0 Beta4测试版更新的话 此版本更新包只有600兆左右 并不大 当然 在首个测试版中 并非所有的Apple智能功能都可用 以下试试装的Apple智能功能 书写工具 用户几乎可以在所写的任何地方重写 交对和总结文本 包括邮件 便钱 页面和第三方应用程序 通话录音转写 通话中点及录音即可补复通话录音和文字转写 焦点模式 仅显示用户最重要的通知 邮件 摘要 重要邮件置顶 智能汇总 锁评显示多条通知智能汇总 短信 智能回复 锁评显示多条通知智能汇总 照片 图片和视频智能搜索 文字生成回忆 Safari浏览机 智能总结网易 部分Siri新功能 全新设计 文本交互 更好的商家们支持等等 Apple智能报告 可导出Apple智能数据 还不可用的Apple智能功能有 Image Playground文生图工具 Gammoji表情生成工具 更高级的Saver AI消除路人等等 说实话 iOS18.1系统对于iPhone的变化是颠覆性的 AI各功能的加成 如果利用得当 会极大的改变你的生活 苹果表示 Apple Intelligence将面向用户免费提供 可惜的是 发布前期间美国地区用户可以使用 其他国家和地区暂不可用 对于大部分国粉 想要尝试苹果AI功能 或许还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那么 为什么手机中断侧 AI会比我们预想的进展要慢 在近期的ChinaJr期间 有媒体采访了高通技术公司手机 计算和XR事业群总经理 Alex Katuzian 聊了一下关于AI设备的话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中断侧 AI会比我们预想的进展要慢 Alex Katuzian认为 端侧AI自然有巨大意义 不管是降低成本还是提升用户体验上 都值得推广 但就是要等等 Alex Katuzian提到了一个硬件上的车肘 目前一个7B参数的大模型 需要占用4GB左右的内存 所以说如果你的手机总的内存 只有12GB的话 再除去操作系统需要占用的内存 那么这对大模型的运行 就是一个挑战了 同样都是占用4GB的内存 如果有16GB总内存的话 肯定效果会比12GB总内存的更好 另外一点就是 过往我们认为10B参数的大模型 比4B参数的大模型要好 但这可能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成立的 因为现在的很多小语言模型 已经做得越来越出色 它们基于云端的大模型进行训练 并可以针对非常具体的某一个 或某几个用力来进行压缩 从而提升准确度 同时减小规模 Alex Katuzian觉得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小模型通过不断训练 变得更加准确 高通与众多模型厂商合作 挑选最准确 最性量化的小语言模型来实现在手机中端侧的部署 Alex Katuzian称 随着这些模型变得越来越准确 我们得以将一个10B参数的模型部署到手机端 所以我们的另一个挑战是 如何确保在端侧能够处理仅可能多的请求 只在必要时才返回云端进行处理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找到准确度最高的 占用内存最小的且能处理最多用力的模型 正如前面提到的 目前4B参数的模型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 以微软举例 它们在PC后台跑的小语言模型发 大概的参数量在3.8B到7B之间 Alex Katuzian的这段话有两个核心信息 一是一个7B的模型就需要占用大量的内存 这对于飞旗舰机来说挑战巨大 意味着8GB内存手机运行大模型之后将会变得不可用 12GB内存手机也干不了太多事情 16GB内存才是理想的内存大小 但是目前市面上内存容量达到16GB的手机占比很小 这意味着现阶段 端侧大模型大规模落地还不具备成熟条件 另一个核心信息和当下的AI大模型的发展趋势有关 不少大模型研发商发现 大模型的水平和参数量不一定成正比关系 一方面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存在 100B的模型很可能只比10B的模型好上20%而已 另外就是随着训练水平的提高 更小参数的模型也可能比更大参数的模型表现更好 以及针对特定领域的垂直模型 虽然参数量不一定很大 但是有所专长 在特定领域表现比通用大模型要好 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 意味着其实也不必执着于当下端侧大模型能不能落地 这其实是选须渐渐的软硬件共同进步的过程 未来16GB内存手机普及 而端侧大模型不一定要上到7B乃至10B和13B的参数量 只需要4B左右就能提供不错体验的时候 就是硬件和软件的双向奔赴 也是端侧AI成熟落地的时候 毕竟只能在旗舰手机运行的AI不是大家希望的AI Alex Katuzian就描述了这种双向奔赴的愿景 随着AI能力逐渐从旗舰层级向中低端迁移 厂商也需要谨慎控制因此带来的成本增加 我们希望在这些模型不断提升准确度的同时 占用的内存空间会逐步减少 我们与模型提供商合作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的模型量化工具已在不断进步 从而实现成本和性能之间的平衡 说回到苹果AI 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iOS18上最新推出的AI功能 非常是内存 8GB以下的机型无法完成使用功能 这也是为何目前机型中只有iPhone15 Pro支持的原因 今年iPhone16将全系四款机型标配8GB内存 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随着AI潮的到来 你做好换机准备了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